首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今天进行到了第三天 不少合作意向已经纷纷达成了 今天下午十个技术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 集中签约的十个项目包括技术园区建设、技术转让、产品开发等内容 涉及能源、材料及知识产权等领域 对于签约的组织及商家而言 选择在上交会上签约 一部分是看重技术前景 另一方面是信赖正规化的平台 事实上今天签约的项目只是通过上交会成果的一小部分 而首届上交会搭建的这个技术交易平台 其意义并不止于此 这个平台一旦形成以后 它会在我们国家形成一个技术与资本对接的一个平台 形成一个技术与市场对接的平台 形成一些技术和人才对接的平台 同时它也是将来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技术、信息、人才等等方面的一个集聚的这样的一个中心 同时也是一个扩散中心 东方卫视记者陈贝尔上海报道